我们来看这道题 为了让大家理解操作系统在检索一个文件的过程当中 在背后做了些什么 我们直接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假设现在我们需要打开这个路径下一个叫做4.1的PPT文件 那么系统在背后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系统会找到根目录 也就是一盘对应在外存中对应的这个目录文件 并且把它调入内存读取其中的内容 其实一盘对应的这个目录文件就是描述了 在一盘当中到底存放了哪些东西 比如假设我们现在在一盘当中有这样三个东西 一个叫做一个是平文件 另外两个是文件夹或者说两个目录 那么我们的这两个目录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文件 它在外存当中会对应两个目录文件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盘的这个目录文件对应的目录表 它的内容大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总共会有三个目录像 每一个目录像对应一盘当中存放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的第二级目录就是 这个王道讲题 会根据它的文件名找到它对应的目录像 并且在这个目录像当中会有一个它的外存地址 于是系统会根据这个外存地址来找到 王道讲题这个目录对应的目录文件 并且把它调入内存 然后读取其中的内容 继续往下看 假设我们的第四章当中 这个文件夹或者说这个目录当中存放了这样两个文件 一个叫4.1 一个叫4.2 那么第四章这个目录文件对应的目录表 它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 于是到这一步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目标文件4.1 这个PPT文件 它在外存当中的地址是多少 就已经可以确定了 于是我们根据这个地址 就可以把这个文件读入内存 进行文件读文件的操作 所以从刚才的这个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是从根目录开始逐级往下寻找 最后定位到我们的目标文件的话 那么其实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总共会需要三次读次盘操作 才可以确定4.1这个文件在次盘当中的物理位置 第一次是读入了一盘对应的这个目录文件 第二次是读入了王道讲题 第三次是从次盘当中读入了第四章这个目录文件 然后第四章这个目录文件读入内存之后 才可以最终确定我们的目标文件在外存当中的地址 所以它总共经过了三次读次盘操作 而假设我们没有设置所谓的当前工作目录的话 那么当我们接下来需要找到4.2这个文件 需要读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需要从根目录开始 也就是一盘 那么还需要重复刚才的这一系列过程 就是会经过三次读次盘的操作 但是假设我们设置了当前工作目录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之前已经打开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4.1那个PPT文件 对应的它在第四章这个目录下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设置了第四章这个目录 把它设置为当前工作目录 那么其实在系统当中 无非就是把我们第四章这个目录文件 在内存当中存放的位置 把它用一个指针给记录下来 比如说这个指针就叫做当前目录的指针 那么其实我们想要继续寻找4.2这个PPT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直接从通过这个指针找到第四章 这个目录表在内存当中存放的位置 并且读中读出其中的数据 就可以直接知道4.2这个PPT文件 在外存当中的地址是多少 然后再把它根据这个地址把它读入 所以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设置了当前工作目录之后 在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再进行读词旁操作 因为第四章相关的这些内容 已经在内存当中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根据当前工作目录 这个指针找到它的内容 就可以直接确定它的外存地址 因此确定它的地址 是不需要读词旁操作的 所以可以看到 在设置了当前工作目录之后 我们想要确定一个文件的 最终的物理地址 其实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 从根目录开始逐集往下寻找 只需要从当前工作目录这开始 往后寻找 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 我们的木源文件的这个物理地址 所以既然前者 前面一种方案需要三次读词旁操作 而采用了后一种方案之后 都根本不需要读词旁 也就是IO的次数减少了 这样自然我们检索文件的速度 或者说确定一个文件的物理地址的速度 就加快了很多 所以C答案是正确的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快 这个文件的检索速度 那经过刚才的这个过程的讲解之后 相信同学们对整个就是寻找 逐集往下寻找这个过程已经有很形象的理解了 所以A和B两个答案其实很容易爬出 我们设置当前工作目录和节省内外存空间 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这个题目比较容易错选的 其实是D答案 加快文件的读写速度 其实所谓的文件读和文件写 这两个过程 是指我们已经确定了 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文件的外存地址的这种前提下 我们把这个文件从外存掉入内存 这叫读 然后再把文件从内存写回外存 这叫写 所以其实读写这个速度 不管我们有没有设置当前工作目录 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我们确定了这个外存地址之后 对他把它读进来 或者写写出去 其实都一样 而我们的设置当前工作目录 只是加快了我们确定他的这个外存地址 这样一个速度 所以D答案是错误的 好的 那么这道题将就结束